之前在國內打球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讓我們這些學弟知道 將來有新的準備 在國外打球 他們比較注重溝通 教練跟選手的溝通 因為我們在國外 在一個球場裡面 大概有兩三百年 可是教練有限 可能一個層級 分配三四個教練 可是他沒有辦法 每一個球員都補打 所以教練就是希望說 你有什麼問題 你跟教練說 跟教練溝通 或是你想要練什麼 你可以跟教練講說 我今天想要多打一點 可不可以請教練幫我一下 要主動去 主動去跟教練提出說 你希望哪一個地方要加強 我記得這是好事 因為你會了解一下 自己缺少什麼 自己哪裡不足 而不是從旁邊的人 來看出說 你哪裡錯誤 我哪裡錯 相對的 你這樣久了久之 就知道自己缺的是什麼 然後就變成自己的東西 對 練出來就變成自己的 這一點跟在台灣不一樣 因為這一點需要我們主動去了解自己的問題 改拉我們的需求 然後告訴教練我們的弱點 這點好像跟我們的文化就 對 那當初你應該調整到這樣的狀況 也花了一點時間 花了滿長的時間 因為基本上溝通就是要語言嘛 他語言一個就不通了 我要鼻手晃了 其實滿難的 教練臉上就沒有圖可以給你指了 這樣 好 錦黃也是同樣的經驗吧